今天给大家出一个油网教程 这是一个粮子钓好兜四米五的二十网 网都说实话 比较容易出现串兜 不好散不好理 针于这个情况 咱俩就是出一个油网教程 用汽油油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咱家的一级输通油 大家现在专用输通油 看一下 这个网的话可以说由四辆 四辆左右 这个地方先倒通油 差不多 这个是倒了四辆 四辆通油 然后四辆通油 再加点那个汽油 加一斤汽油就够 挺多一斤 这样就够了 为了加汽油 汽油干得快 油网 更容易 就是说让网吸附中油 用个东西搅拌一下 让中油干得气油 中排的吸收 少许 再加里 搅拌好了以后 然后把这个网 底缸 先放在里面 先放底缸 因为这个是二十瓶 但是应该是油网的时候 解开掉多成 咱这个就是派式免有 就不解了 把这个底缸 底缸 全部放在 放在通油里 时间也都做 搅拌 到这个网线上 中排的吸收通油 为啥 加汽油呢 因为汽油干得更快 干得更快 把我盘子放在里面 跟洗衣服一样 使劲融缩 来这个是加了半斤酷油 加了一斤汽油 让这个网 充分吸收 使劲融缩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油完整刀宝 下边基本就没有了 这个排子里 汽油和铜油 基本就没有了 全到这个网给吸收了 因为是按数 这个是用过一段时间了 缺铜油 确实比较厉害 所以吸收铜油 吸收的多一点 就是说新手 或者是脚踝 你们不会有网的 可以说参考一下 这个油网教程 油完以后 瀝干水败 整个太阳划线 比较独的地方 挂起来就行了 看到吗 这就是上完铜油的效果 要是自己不嫌麻烦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掉头绳了 都给强调解开 在这个为了拍视频 这个时间有限 赶紧不解掉头绳了 这就是油完的效果 这个网已经充沛了 提示完了 缺铜油缺的特别厉害 这就是油完网的情况 看一下效果特别好 无非就是说 汽油成本稍微高点 有喜欢的 有喜欢的 纯铜油的 看到吗 一级撒网专用 出铜油 有喜欢这种铜油的 可以点击 在那个小黄车里面的一瓶一斤 一斤起发 可以看一下 效果特别好 打开 转发 出银子 传播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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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特别好